從國中開始 球三角形面積就有很多種方法 那這邊呢 我們用這一節介紹 向量的方式 首先就是說呢 因為透過那個外積 外積一定要在空間上面來討論 所以呢 我們必須把這些點 把它視為是空間裡面的點 但是它只有兩個座標 那這兩個座標 X座標 Y座標 那你可以把它看成是 這三個點全部在 XY平面上面 換句話說呢 我們就是呢 把A點看成是120 它的Z座標是0 然後呢 B點呢 是2-30 接下來呢 C點呢 -240 把這三個點 看成空間裡面的三個點 然後接下來呢 就是呢 為了要去做外積 所以我們要把這個 三角形齁 把它兩個邊的向量齁 給它求出來齁 那拿兩個向量呢 第一個向量呢 就是呢 從A到B的這個向量齁 我們把它求出來 另外呢 從A到C的這個向量齁 把它求出來齁 把它求出來齁 然後呢 再去把它做外積齁 這個題目的做法 大概就是這樣子齁 那如果你把A到B這個向量呢 求出來的話呢 它應該會等於什麼 A點到B點的齁 它應該等於B的-A的齁 所以2-1-3-2 然後0-0 這是A到B的向量齁 接下來呢 A到C的向量齁 A點到C點齁 是用C的-A的齁 因此這個-2-1齁 就-3齁 再4-2齁 4-2就變成2齁 然後這邊是0齁 那當你把這兩個向量 做出來之後齁 接下來呢 這個三角形ABC的面積齁 實際上就是等於呢 好 三角形ABC的面積齁 根據剛才的討論呢 它實際上就是1 2分之1 這兩個向量的外積齁 長度的2分之1齁 好 這兩個向量長度的2分之1齁 好 那麼因此呢 我們現在呢 把這個外積齁 給它做在這裡齁 等一下再把它填回來齁 那AB跟AC的外積齁 好 AB跟AC的外積呢 它其實就是 這個第一列齁 放IJK 第二列呢 放1-50 第三列呢 放-3-2-0 好 就是這一個外積齁 好 這個三階行列四齁 那這個三階行列四呢 在做的時候呢 一樣齁 我們還是建議同學呢 先把第一行複製過來齁 第二行呢把它複製過來齁 好 接下來呢 就下去運算了齁 那這個運算的時候啊 因為0很多齁 就很方便齁 好 東西看一下齁 這個I的部分呢 這樣過來是0齁 啊 這個也是0 所以它沒有I的齁 那J的部分呢 這個是0齁 那回過來也是碰到J 這也是0齁 所以沒有J的齁 這樣子過來是15個K齁 這是負的齁 那這樣過來是正的齁 這是2K 2K減掉15K齁 所以這是負13K齁 好 這是負13K齁 那因此呢 這個外積這個向量做出來齁 因為IJ的係數都是0齁 所以它就變成00-13齁 好 00-13齁 這就是這一個外積的這個向量齁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這個00-13齁 填到這個式子裡面來齁 這個0 外積齁 做出來是00-13齁 好 00-13 那接下來呢 你再下去把它的長度求出來就可以了齁 那這個長度呢 其實呢 就是13齁 其實就是13齁 好 所以這個三角形的面積呢 就是2分之13齁 好 2分之13齁